畫面中看到路數被強風吹得搖搖晃晃 一旁還有機車不抵強風被吹倒 受台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澎湖今天刮起十一級以上強風 海上交通至少停航兩天 帶您看一段現場訪問 澎湖縣政府的交通船南海執行二號 因為風勢太大 基於安全考量 跑七美萬安兩個離島的交通船 二三號 二四號停航 開航時間要二十五號參考氣象局預報 若屆時乘客量大增無法紓解 將租用民間船隻加班運輸 除了線內的交通船停航 八千多噸的新澎湖輪也一樣不敵強風 公告高雄往澎湖的航班停航 由於這一次強風預計要延續到週五之後 船班何時能恢復尚未確定 至於空中航班的部分 則暫時不受影響